7月份美国非农业就业报告显示 美国失业率上升为4.3% 比起12个月前的3.6% 已经超过了0.5%的增长 从而触发了令投资者 闻风丧胆的萨姆定理 美国股市也接着在 上个星期四的1号2号 包括今天星期一开始大幅下跌 另一个显示经济衰退 可能到来的指数 就是国债利率曲线倒挂 或者叫Yale Curve Inversion 也开始倒挂了 这种迹象结合美国经济 过去十年继续牛市 不仅让人觉得 经济衰退的完美风暴即将到来 接下来将是再一次的经济大衰退 以及股市房市的灾难 大家好 我是贺博杰 北美加州旧金山湾区的房产经纪人 再次欢迎您回到我的频道 关于经济大萧条 以及房市将会大跌的说法 由来已久 但是呢 本人还是要不断的重申 现在其实并没有08年次贷危机时 房产大跌的土壤 但是呢 由于近期美国经济指数不给力 以及股票比特币市场大跌 所以呢 我还是决定用这期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最近美国经济形势的看法 以及经济大萧条和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关系 如果您好奇08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湾区的表现是如何的话呢 那我也会跟大家分享08年我在湾区的亲身感受 啊 所以呢 这个视频一定要看完 现在开始 周一股市开盘之后 大势继续下跌 道琼跟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下跌了1000跟500点 比特币市场也不乐观 今天比特币也下跌了7% 目前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的恐惧来源 主要是由于担心美国的经济不好 以及对于中通不稳定形势的担忧 那么先看看这个7月份的非农业就业报告 上个星期啊 这个出版的失业率是4.3% 这个比过去12个月最低点的3.6% 要高出了0.5% 从而触发了所谓的萨姆定理 萨姆定理实际上指的就是 当失业率一高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预示着这个经济萧条 经济衰退的到来 那么在萨姆的眼里呢 就是过去三个月的平均值 只要是高于过去12个月的最低点 超过0.5% 那就触发了他的这个经济大萧条的这个预测 那么据说这个预测在过去100年以来 是百分之百的吻合的 首先咱们先看一看这张图 这个就是叫real time sum rule recession indicator 你看过去这100年以来所有的这个经济大萧条 失业率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他是由疫情所引起的 疫情期间大家都失业 但是大家都非常happy的拿这个失业救济金 所以这个不算 因此呢市场对于萨姆定理的触发 也陷入了一种恐慌的状态 导致过去这三天的经济市场股票持续大跌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看这个贪婪与恐惧指数 这个就是CNN网站的这个fear and greed index 那么目前来说呢 这个上面显示的是extreme fear 极度恐慌 那下面有各种各样的表都可以显示 这个市场的这个momentum是极度的恐慌 然后呢这个现在市场的这个是属于这个恐惧 然后呢你要是买期权的话 期权市场是也是极度恐慌 然后呢这个volatility就震荡是极度恐慌 safe haven demand 就是安全这个投资的这个是也是属于极度恐慌 啊等等 也就是说现在的市场也确实是属于一种 啊大家的情绪属于极度恐慌的这一个状态 那么第三个指数就是国债收益利率曲线倒挂 或者叫yield curve inversion 这个指数呢也即将倒挂 或者应该说已经倒挂了啊 咱们先咱们先看一看 那这张图显示的就是美国十年国债的回报率 跟三个月的这个bill rate之间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这条线低于这个零 那也就是负的 那他将触发经济衰退 也就是说你看过去07年的时候 也是变负了 结果就出现08年09年的这个经济衰退 2000年的这个.com的这个泡沫也是之前低于零了 所以呢这个是分析美国是否进入衰退的第三个指标 那么根据这三个指标 加上股市明显的反应 预示着经济萧条似乎已经来临 那鲍威尔呢也终于沉不住气 一直对于降息举停举期不定的他呢 也已经宣布九月份降息呢是极有可能的 那么我对过去这几天经济市场上 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就目前来看吧 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还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 市场有可能进一步的继续往下跌 市场也有可能从今天开始就触底反弹 这也是有可能的 只不过呢毕竟现在是属于多事之秋 大选再过四个月就要进行了 包括现在投资人在市场上的一些举动 包括像巴菲特这样的大佬已经开始卖股票了 这确确实实似乎也是在预警的未来经济市场的不确定性 那么我主观上来说呢 我是相信经济衰退是会发生的 因为经济衰退本身就是经济周期里面不可避免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经济衰退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它是有衰退它才会有增长 如果一个市场只有增长而没有衰退的话 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 如果你坐的这个过山车只往上不往下的话 你敢坐吧 所以呢主观上来说 我是认为经济衰退是会发生的 只不过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那么如果真的进入萧条的话 首先可以确认的就是美联储肯定会降息 那么房地产的利率呢也会随之下跌 那么这个对于房地产市场也有什么影响呢 咱们就聊聊这个 经济衰退的到来 对房产市场肯定不会是一个积极的作用 毕竟如果人们失业了 消费水平下跌了 对于房地产房价的增长肯定没有促进的作用 但是并不是每一次的经济衰退都会意味着房价大跌 你看从1980年到今天 经历的这几次著名的经济大衰退 只有1991年以及2008年这两次房价才会大跌 其他的这几次经济衰退房价不但没有跌 其实还有涨 那么08年的那一次次贷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大萧条呢 是近几年来房地产市场房价跌的最惨的一次 那我跟大家讲一讲08年那次到底是什么情况 要想了解它的发生呢 那咱们先提前几年讲 之前吧 你要是在美国买房贷款的话 贷款的要求其实是非常低的 首先贷款经济人并不需要执照 第二呢 对于买房子贷款的要求呢 它是0%到10%的首付 然后呢 接下来当然就是查收入啊 查这个credit啊信用啊 这些东西 但是那个时候的审批非常的不严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要是想在材料上 那个做假的话 也非常的容易 所以你说当时的那个环境 使很多人呢 其实他并 你没有这个买房的这个经济条件 但是呢 却因此能买到房子 当时我记得 有好几个很大的公司 其中有一个叫那个WLG 现在已经倒了 啊下面有一个叫Global Equity Lending 专门做那种所谓的就是那个返乡贷款 你把你把这些房子里的这个钱拿出来 然后呢 你再买10套房 每一套房你都不要放太多的首付 你基本上每一套房的都没有Equity 你就拿出去这个租 然后呢 等未来房子的价值继续增值 那么你就能赚到更多的钱 说白了 你是在过度杠杆空手套白狼 但是过去就是08年之前 很多人都是用这种方法 在就是进行这个Financial Education 教各种各样的这些普通的老百姓 如何致富完成美国梦的方法 就是这个 因此还诞生了很多直销的这个组织 所以呢 像我记得当时在 比如说在Fresno 或者是Starton 就这些人们平均的这个教育水平 比较低的这些城市呢 这方面的生意就是非常的多 很多人都这么做去买房 那么 从理论上来说呢 他们的理论 其实也算是OK的 因为如果你说房价会一直往上涨 这个至少你十年一看 二十年一看 确实是这样 房价确实是往上涨 所以呢 你要是房子里面不放钱的话 只要房价一直上涨 你就OK 你的房子是永远都是比你当时买的价格要高 但问题吧 就是说这种事情 要是就你一个人这么干的话 可能还可以 但问题就是所有人都这么干的话 那问题就来了 你说如果所有的人房子里都不放钱的话 是不是到时候一失业 大家就都失业 一说法拍的话 大家就都法拍 这样的话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这么玩 是吧 那等你要卖房的时候 你的房子至少还值那么多钱 问题是现在大家都那么玩 那就不止你一个人卖房 而是所有人一块卖房 那你的房子就不值这个钱了 所以我跟你说 所有的这些所谓的秘密 这些招式 赚钱的这个方法 你听的再怎么合理 你得想一想 如果你一个人这么玩 OK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这么玩 还O不OK 那08年就是典型的这么一次 这些人过度杠杆买房 结果呢 玩脱了 从而引发了这个连锁的这个经济崩盘 次贷危机 这也就是08年 这个经济危机的这个 而且很多银行 他的贷款 他就是把钱贷给了这些 还不起买房贷款的这些人 所以最先倒霉的就是银行 接下来 还有很多这些投资房地产的 这些金融机构一起倒闭 所以呢 那还是这句话啊 就是说玩杠杆OK 但是永远不要过度的杠杆啊 这就是为什么08年经济危机会发生的原因 那么再看看当时的湾区 当时全美的失业率是10.6% 那么湾区呢是8% 那么这在湾区就已经算是很高的了 那像美国那些农业农业城市像Fresno啊 Bakersfield啊 那基本上都是15%到20%了就 所以呢 失业率确实很高 那么湾区呢 因为这个失业率而酿成的悲剧呢 我还我记得有一个是一个叫吴京华的一个 一个人 他被裁员裁掉了之后 拿着枪回到他的公司 干掉了三个高管 包括那个CEO 那个公司叫Sipo 我记得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个startup 独角兽公司 很有可能做得很好 但是呢 很可惜啊 这个公司的顶梁柱就在这么一次悲剧当中全都丧命了 那么这个吴京华呢 他是被这个公司裁员裁掉了一个QA的工程师 然后据说他还在其他地方也是用类似的方式 通手套白狼 套白狼投资一大堆房地产 结果都栽了 所以他一时想不开 做了这种事 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人的是 我是13年回到湾区 我租那个房子 房东跟我说 我之前的那个租客呢 就是09年的时候自杀了 没有在房子里自杀 而是在外面自杀的 他就是一个在那个思科工作了17年的一个员工 不是工程师 文员 也是在08年的时候被裁掉了 然后呢 已经50岁的一个人了 单身 结果呢 他就在外面 在在这个车上 就是自己终结了自己的一生 那那个房子就一直没有租 然后直到我来 我也只是住了六个月 然后我就搬到其他地方去了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类似其他的事情 就都是说很多人自杀 或者把家里的人全都杀了 自己在自杀 因为自己的401K变成了101K 然后自己又失业了 等等等等 这些这些确实是不幸 但是回想起来 这些不幸 他也都有共同点 就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把经济危机 自己的失业 包括自己的股票投资 这个缩水 当成是一个永远的事情 实际上这都只是一个暂时的事情 是吧 经济 股票 市场不可能永远都会跌 它是会涨的 它也不可能永远涨 它也是会跌的 同样道理 现在的就业市场不稳定 不代表永远不稳定 你现在找不着工作 不代表永远找不着工作 我们人吧 就是有这么一个侧点 我们总是愿意 把那些暂时的事情 当成一个永远的事情 是吧 其实呢 这个世界 无时无刻都在改变 没有永远的 只有暂时的 但是呢 很多人把现在所经历的 不如意的事情 他就会想 这是我一辈子 永远都会这么倒霉 是吧 包括 如果我现在很开心 这个人爱我 我就觉得他一定会永远都爱我 他实际上他都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就是在这稍微闲聊两句啊 大家如果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 千万不要觉得这是永远的 不顺心的事情只是暂时的 它是会过去的 同样道理 如果你现在觉得很开心的话 你也要记住一点 好日子也不会是永远的 它也是会过去的 所以一定要聚安思危 我当时呢 在一个餐馆工作 我当时失业了十个月 我也是做软件工程师的 当时 失业了十个月 我当时在那个餐馆 一个上海餐馆 干了有一个半月 最后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 我就走辞职了 那一个多月以来的这个 我的感觉就是 其实这些人 就是因为失业率才8% 那说明92%的人 还是有工作的 那来吃饭的这些人 我看他们花钱 都是挺大手大脚的 一个人吃饭 能吃28块钱 28块美金 08年的时候 09年的时候 28块美金 相当于现在50块美金 是吧 你点一个人吃两道菜 两瓶啤酒 再点点什么小菜 再点个这个甜点 然后再小费一千 五十 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五十 我一顿饭 才吃七八块钱 他一顿饭能吃28块钱 我当时就纳闷 我就觉得 而且小费还给的还不错 我当时就觉得 你说这个经济萧条 人都穷了 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是吧 所以还是那一句话 就说经济萧条 这玩意儿呢 是不可控制的 自己呢 如果工作没有受到影响的话呢 其实也看不出来 我当时吧 你刚说了嘛 我找工作 最后找了十个月 还是找到了 那么 所以就说 软件工程师 虽然也会被失业裁员 但毕竟这种工作呢 是需要受到一定教育 它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 不太容易被取代 所以呢 我也就是 就是熬了十个月 我面试了好几次 其实我能够更早找到工作 只不过 有几次运气不好 没有通过而已 当然也是我自己有点 自己的责任 没有努力的去准备 我总是觉得 经济不好 给我的选择不多 所以我还是挺挑三减四的 直到 这个几个月之后 我当时也急了 我觉得都已经五六个月了 还找不着工作 我当时呢 也有一个朋友 就是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挺感谢他的 他就说 经济 经济形势正是你无法控制的 你就不要去想他 经济好 经济不好 股票跌 股票不跌 跟你没关系 你所能做的就是把你自己 所能控制的事情做好 你每天早上起床 你就要想你今天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 来达到你的目标 是吧 你有没有去看你的简历 是吧 你的简历上面能不能再改一改 是吧把这个说的再好一点 把那个再改一点 工作方面有一些专业的知识 有没有什么还没有搞懂的 赶紧去研究 是吧 然后呢 还有哪个网站 你没有去搜 搜工作的 赶紧去搜去 也就是说 每天无时无刻的这一刻 你都有一些 你可以 现在就做 就能够 帮助你的事情 你有没有去做 他当时跟我说了 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就醍醐灌顶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经济好与不好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把自己做好了 我就一定能够找到我的工作 结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 我当时就跟那个小宇宙爆发了一样 我当时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研究我的简历 怎么写 怎么给他写的更好 在简历上多加点什么料 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又面试了两三回 一个月之内找到工作了 后来去了纽约 所以呢 在这里我觉得 就说你看 大家觉得这个现在的经济不好 就觉得恐慌大可不比 你的日子好与不好 跟经济没有太大的关系 完全是你自己经营 而且呢 世事叫什么世事无常 什么事情都是会过去的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现在的恐惧将是永远的恐惧 一定要佛系的生活 那么说到这儿 再说一下湾区当时的房子的这个情况 当时把湾区的房价 不同的地方也都不同程度的有下跌 那么下跌的最严重的就是像东湾 以及北部 比如说像Richmond Vallejo那种地方 黑卧跌的也很惨 像这个硅谷核心地带 比如说Polo Alto 这些地方没怎么跌 可能也就跌个5% 10%左右 深河赛呢 也要看 基本上跌的比较多的是蓝领社区 三万市也是一样 基本上没有怎么跌 后来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像那个 因为我后来搬到纽约去了 曼哈顿的朋友跟我说 曼哈顿的黄金地带没有跌过 波士顿没有怎么跌过 那么跌的比较惨的就是像那个像我刚说的蓝领社区跌的比较惨 还有就是那些像拉斯维加斯啊 佛里达那些城市啊跌的也比较惨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 他吧 08年房价大跌主要是因为法拍 法拍潮非常的多 基本上在市场上 你要是比如说你有100个买家就有1000套法拍屋 那法拍屋天天在这个降价 所以呢 是法拍屋的这个疯狂的涌向市场 从而促使了房价大跌 那也就是说不同的城市房价是否跌 完全取决于那个城市 那个市场的法拍屋到底有多少 那这里你们就要问了 那为什么有的城市很多房子法拍 有的城市像湾区那最有钱的Polo Auto 不法拍呢 这完全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首先很多人买房子 尤其是那些不差收入 这个领首富这个买房的这些人 他都到哪去买房去了 他首先不会去到富人区去买房 因为那种贷款的利率提高 他买房他也是到这些便宜的地方 可能甚至一口气买五六套房 所以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房子 很多都是没有equity的 里面是没钱的 第二就是这些人 为什么我说蓝领社区 房价跌的比较多呢 就因为蓝领社区 从事蓝领工作的人 他们的技能是容易被取代的 包括像拉兹菲利亚斯那种地方 很多在赌场派牌的 很多从事旅游行业的 这种工作其实都是更加容易被取代的 你说在湾区当个工程师 你得有个硕士毕业 博士毕业 又得会编程 又得这数理化非常厉害 那种工作就不太容易被取代 是吧就算这个工作没了 你也很快能找到下一个工作 但是蓝领人士就不一样 所以你看蓝领人士的心态是什么呢 就是我一旦失业了 失业潮来了 我一旦失业 我已经没有收入了 那我还要回来付这个房子的贷款 我为什么要付这个房子贷款呢 我这个房子里面根本就没有钱 是吧 我10%的首付我都没有 我可能只有1%2%的首付 那这样的话 我既然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那我就不付了 不付了以后 房子要被法拍 法拍就法拍 当时法拍的程序是至少两年 所以很多房子就算是已经宣布 不付这个mortgage 人依然可以在里面住 直到两年以后 银行才有时间来处理 才让你搬走 那这两年 我基本上就是免费住的 我要是到外面租一套房子去的话 那我还得付租金 那还划不来呢 我在这这么一待 地税我也不交 这个mortgage我也不交 我就是付个这个水电费而已 所以很多人在当时那种情况 说法拍就法拍 这是一个很容易的这个数学题 所以你看像这种 通过这种贷款来买房 然后自己就是从事蓝领行业的这些社区 为什么他很多人基本上 法拍潮80%那么算 那么你说同样道理 像在Polo Alto Mountainville 万区这些有钱人的地方 他就不会去这么做 那些人房子基本上是有equity的 当你房子里有钱 有equity的时候 你是不会轻易的就这么放弃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Portola Valley 也是一个豪宅区 有两套房 当时他老婆呢 就去炒房去了 在奥兰多的那个Wintermeer 买了20套房 都是零首付的那种贷款搞定了 20套房之后 他好像是那个经济 这个08年一来 当时每一套房的租金 等于说都降了 每一套房给他带来付500块钱的 这个付现金流 那你20套房一成的话 一个月就是付1万 当时就受不了了 当时决定 这20套房全都送给银行了 罚拍了 不要了 但是呢 他在Portola Valley的两套房 那可不能不要 那两套房都是 现在的价格都是几百万的 那但是当时也是 里面至少有几十万 他的这个资产在里面 那个是绝对不会罚拍的 所以你看Portola Valley的罚拍就很少 但是像奥兰多那种地方 他自己一个人就贡献了20个法拍 那法拍就多了 所以你说你买房投资 你分析一下这个市场是否抗跌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这个市场的这些人 都是什么样的人 是蓝领人士为主呢 还是白领人士为主 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些买房的 都是来自外州的投资者为主呢 还是本地的这个经济收入 就可以支持房价的市场 这个其实就是判断 一个地方的这个房价 在经济大萧条来临的时候 是否抗跌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也就是为什么湾区 总的来说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 他的市场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 然后呢 像那个08年之后 奥巴马上台 他这个拯救措施就是首先发钱 来救济这个房利美房地美 因为这两个机构是专门给银行 放那个就是放贷款的 银行给你一个贷款 让你30年还清 但是银行马上就把这个贷款 卖给了这个房利美房利美 这样的话银行这给你贷款的 这100万他马上就回笼 他就可以继续带下一个人 而不是非等你还个30年还清了之后 他才有钱贷给下一个人 这样的话贷款的这个效率 就大大的增增加 但是08年的时候 就是因为银行就是放的这些贷款 都收不回来了 大家都default了 所以搞的这个房利美房利美 都不敢给这些银行提供弹药了 奥巴马上台第一件事就是 你的弹药由我来出 我花一大堆钱资助这个房利美房利美 然后呢 意思就是跟一线的这些银行说 你们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继续给我放贷款 继续给我这个就是刺激这个房市 所以奥巴马的这种做法呢 本身呢 经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吧 一年半的时间 房市呢才开始 就是把这些坏账全都处理掉 所以也就是说弯曲的房市触底 而且在底端所这个待的时间 差不多是一年半的时间 也就是08年到09年 这这一年半的时间 但是呢 到了10年11年的时候 马上弯曲的这个市场又开始火爆 又开始蹭蹭的往上涨 而全美国呢 平均呢 是要等到差不多15年的时间 才开始反弹 所以这就说明像湾区 类似湾区这样的城市 啊 他的这个就业 他的产业多元化 而且都是这些高技能 高科技的这些工种 不太容易被取代 他的失业 受到失业率的冲击也是比较小 所以呢 这种城市 当遇到经济危机以后 他的下跌是有限的 而且呢 他开始反弹的时间 也是非常的快的 与此同时像拉斯维加斯 或者是像奥兰多呀 这些旅游城市 或者蓝领 像Fresno那种农业 蓝领人士云集的地方 他下跌的这个狠度会更狠 他要回来复苏的时间 也会更加的漫长 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贵的地方 他自然有贵的地方的道理 以及他保值的这个 这个能力 而穷的地方呢 更加适合 在我看来更加适合是朝短线 做flip也好 短线投资也好 如果你要是在那种穷的城市 做长期投资的话 一定要考虑到 他的这个抗跌的问题 那么就目前来看 既然大家已经知道了 促使08年的这个经济危机 爆发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贷款的制度 非常的不完善 令很多人根本买 买不起房的人 却能带到款买房 那么就能看到今天 就是奥巴马上台之后 这个贷款的这个行业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贷款经纪人 现在都要有贷款了 都要有执照了 第二就是你要买房的话 基本上你要付20%的首付 你没有20%的首付 你就要付PMI 一个保险来保你 如果你失业还不起贷款的话 怎么办 然后呢 贷款的这个审批的这个程序 是更加的严格 也就是说从制度上来说 他也是更最大化的杜绝 08年之前的那种情况 所以而且过去这10年 很多房子都是蹭蹭的往上涨 很美国 全美国大部分的房子里面 是有资产的 很少有人是零首付 零equity 零资产在里面 现在基本上 美国的这些房子 equity都增长了很多 所以也就是说 基本上过去这十几年 买得起房子的人 都是真的能买得起房子的 第二房子里面都有equity 不是说说法拍就法拍 所以呢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为什么08年 类似那种原因造成的次贷危机 至少在今天的市场来看 它是没有这个土壤的 也就是说 法拍潮 因此而产生的法拍潮 至少在未来的几年 是不会发生的 那么自08年次贷危机发生以来 湾区很多城市房价的下跌 其实是有限的 那么自10年到11年开始呢 湾区大部分的城市呢 则开始触敌反弹 到今天呢 很多这样的地方的房价的增值 那是相当的可观 类似像湾区这样的城市 是在美国至少我能想到的 还有类似西雅图 丹佛 洛杉矶的某些地方 纽约的这个曼哈顿 华尔街这一带啊 博士顿 包括这个华盛顿DC首都啊 尤其是华盛顿 因为毕竟钱就是从那个地方印出来 所以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保值的城市 那么除此以外呢 目前我们确实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判断 经济是否已经进入衰退啊 但是呢 目前来看呢 像这些城市 包括湾区 房价并没有明显的大跌 加上今年的总统大选 将会在三个月之后发生 而且目前呢 很明显这个房地产的贷款利率呢 是在下跌的 所以呢 这些其实都是对这个房价的这个增长 是有积极的意义 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了 经济衰退也并不意味着 房价就一定会下跌 说到这儿 我的建议呢 就是不要被市场的恐惧心态所影响 投资永远不要受到这个恐惧贪婪 这两个情绪的影响啊 永远不要想着马上致富 而要做到长期的良性经营与稳定的规划 只有这样财富才会向你走来 如果你现在还年轻的话 大可不必为经济衰退而担忧 因为这只是暂时的 那么现在的你呢 更应该做好自己所能控制的 也就是说花更多的时间进行自我提升 提高自己的修为 多学一门技能 提高自己在职场 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度 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呢 以后你有大把的时间来致富 如果你现在已经考虑要退休的话呢 那你的投资策略更加不应该被恐惧与贪婪所控制 我觉得应该避免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像比如说股票 这个英伟达的股票涨了 或者是这个苹果的股票涨了 或者比特币涨了 这些实际上跟你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更应该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资产 如何考虑降低自己的风险 我觉得作为即将考虑退休的人士 可能投资 例如说像年金这种 可以给你带来永久收入的投资 可能会更好 更适合 当然房地产也不错 好了 关于美国现在经济可能发生衰退的这个话题呢 今天就谈到这儿 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 你们对目前的股市 目前的经济状况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你们觉得美国的经济 是否将进入衰退呢 欢迎在荧幕上留言告诉我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见